第5集 各位亲友 新媳妇马上出得门来 各位亲友 且请退后 把新郎折腾完了 现在就是把亲朋好友也得折腾一下 小娘子来了 小娘子来了 9春 岁时加顺 臣为良辰 所是第二小娘子 与曹氏大郎和婚 请上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拜天地还宇 厚德在物 自强不息 男的要跪下来 这实际上也是唐代的 东皇我们从文献和绿画里面 磨火 磕长头 这个叫南拜你不拜 实际上它也是一部 少数民族有关的 它有几度跪拜 这个在一轮库 二十五库的那个壁画里面 就画了一本 二拜祖公宗德 赤姿指伏 惠我无乡 它为什么是磕长头呢 它宗教意味比较能瓦 磕长头 得点五体投地的 对 也得像 三拜情境之门 间谍情深 同德同心 福气对拜了 福气对拜了 对 天珠合璧 夫妇一体 礼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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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殿雁平风 这个是干嘛的 这要把那个雁要从这扔过来 还要扔过来 对 雁为信鸟 愿夫妻二人信诺终生 好 在咱们最早的礼节里面 就有记载的一个婚礼上 要为宴这样一个环节 叫电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节 宴在恩义在 锦绣换将来 宴飞南北越 朱姬且罗列 那朱宝来换完了还换身 电宴李承 同劳何谨 夫妇一心 请入青庐 两情相悦 很想看 看一看 请报警 Heidi承 大与 几万 千里罗善不须遮 百美交多 贱不奢 侍娘不用相邀了 终归不免 恕他家 莹莹一头花 蒙蒙两并渣 小来头发好 不用冒火遮 既见如花面 何须着绣衣 终为彼翼鸟 开日会双飞 昔日双缠柄 寻常两条锤 今宵来入手 结发复佳期 宫人御旨白仙仙 娘子恒娥 众礼前 成心与你 欢容貌 赞请旁人 与下脸 天教之女杜何金 来向人间 只为人 四盘旁人 总远去 从他夫妇 一团心 还要看 还想看 看一张吧 虽然真正的一场唐朝的婚礼 它的规矩也好 风俗也好 是很繁重的 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他们越多这种风俗啊 其实也就是他们原来对于爱情的一种 就像上保险那种感觉 在这样的体验当中 我觉得很荣幸我们 担一当 曹家道童子这个角色 给大家传达一种婚俗 传达这个习俗 也同样是对我们这个共同体的 也是再认识和再凝聚 尽管是千是亿 这些习俗做了变化 但是我们不变的 是对这种情感 对这个人 对我们生命的敬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